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6月16日 星期三 今節就想跟大家說一些趣聞 這個趣聞就叫做美國 都會失禮 所以 五毛經常說你們只是捧羊鬼子 不是 我們很多時候會嚴厲批評美國的領導人 尤其是拜登 本台差不多就是罵美國領導人 罵得最多的 又是美國總統 又是在任的 上任之前就罵他 在任也繼續 罵他 所以五毛就做不到 就算在香港也不敢批評習近平 話說英國媒體 爆發拜登 見英女王的時候 做了很多事情失禮 作為一個泱泱大國 美國的總統 有很多禮節上的事情 就是犯規 這是英國每日郵報 每日快報的報導 透露拜登如何在英女王面前失禮 英女王也受不了 之前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 Share我們兩個頻道的節目 星期二得道 星期二日報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繼續開新的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兩個頻道 請大家幫忙欣賞廣告 點擊廣告 再用無限loop大發 打開節目清單 在能夠打開的地方盡量打開 例如藍絲的地方 政府的地方更加要用多些電 如果可以的話 最好好像 比特幣 掘礦機 這個我們真的要認真考慮一下 找一些人可能有空沒有東西做 我們當是part time 讓他們做 最好就是用這個 政府的資源 香港的資源 藍絲的資源 打開10部 8部電腦 打開20部電腦 30部手機 這個讓我們研究一下 看看可不可以 當成是一個part time的工作 一方面就是消耗港共政府的資源 另一方面就是為這個黃色經濟圈爭取有效的資源 這個讓我們研究一下 可能真的可以成為一個part time的工作 也不一定 很多人過到英國也要找工作 包括要做送外賣 這個工作可能就會比較輕鬆 我們研究一下可不可以 弄出這個盈利模式 話說美國總統拜登上個禮拜就在英國出席G7的峰會 期間就在溫沙堡 建英女王 建英女王 伊利沙白二世 被皇室的專家批評 拜登做的事情 就是不斷地違反皇室的規矩 不過也很正常 既然是皇室的規矩 對於一個 沒有皇室的國家的 領導人 不認識 皇室的規矩 其實也可能無可厚非 但是大家要細心研究一下 就發現所謂皇室的規矩 其實是一般世界上的禮節 竟然包括 跟英女王 私底下說的話 公開了內容 全程見英女王的時候 竟然戴著太陽眼鏡 出席宴會的時候 去見英女王 竟然比英女王更加遲 到現場 雖然他是美國總統 如果 如果說國家大一點 當然是美國大一點 但是說禮節的時候 就視乎是誰是東道主 誰是客人 事源拜登跟他的夫人吉爾 星期日的時候 就是看到英女王 在希斯路機場 準備登上空軍1號之前 接受記者訪問 拜登披露英女王想知道關於普京 和習近平的事情 我們相信英女王應該是出於好奇 所以就想知道到底 習近平和普京 現在這個世界上 兩大的邪惡軸心 這兩個國家領導人 在想甚麼呢 或者英女王很好奇 他們兩個作為領導人 會不會跟我想的東西有些相同呢 拜登受訪問的時候就這樣說 說他跟英女王有一個很好的對話 想知道 兩個領袖的東西 一個就是我將會見的 另一個想知道的就是習近平的東西 然後我們就談了很久 說他非常慷慨 大家可以想像到跟英女王說這個問題 想知道普京和習近平的東西 這個 似乎就不是國家的 政策和外交事務 所以換句話說英女王其實是跟拜登 只是在聊聊天的時候說而已 竟然把聊聊天的內容 跟私底下說的東西 竟然對著傳媒公開 這個就是 其實我們也有相同的情況 我們也會分析 哪些是 來報料可以公開說的東西 跟哪些是朋友 私底下說的東西 如果是私底下說的東西 又有敏感的資料 我們在說之前一定 就是會問了他跟同意 或者我可能 匿名地說 這個其實是基本的禮貌 當然我們是媒體 媒體當然就是有其他 對公眾的責任 也就是有 所謂這個 所謂的 所以換句話說 跟普通人不同 美國總統作為是一個國家的總統 會見 英國的最高領導人 兩個人私底下聊天 其實實際上真的不應該公開那個內容 除非那件事是官方會有紀錄的東西 持平一點說 原來特朗普在2018年訪問英國的時候 也是犯了相同的問題 原來當時 曾經英女王跟 第一夫人 米歇爾歐巴馬說過這個皇室規矩就是垃圾 實際上英女王也是用一個 客氣和說笑的說話的方式 跟對方說 這件事應該 是保密的 但是 這個內容就被披露了出來 簡單來說拜登其實就不應該披露英女王說甚麼 如果披露 Boris Johnson 約翰遜說過的東西 問關於習近平的東西 或者問普京的東西 反而沒有問題 因為兩個人都是國家的領袖 大家會面在G7 就是講國家的政策 對外的政策 對俄的政策 對中的政策 那些 就是官方 公視來的 對英女王其實是挺難處理的 英女王 理論上也是一個國家的元首 但是理論上他又不是處理行政的問題 這個可能真的難倒這個美國人 拜登見完英女王之後 到底大家說了甚麼 到底應不應該說 就拿捏不了 另外那兩件事就是 不能賴了 最多充其量 你可以說是混淆了 英女王和英國首相的角色 大家都似乎是最高領導人 一個是真的負責行政 另一個就是象徵性的元首 所以會混淆了 還可以勉強解釋 我們美國沒有英女王 所以 一時間搞亂了 但是 去這個宴會的時候遲到 跟人說話 戴太陽眼鏡 這個真的是基本常識 當然 除非就是 拜登 眼睛真的有些問題 不可以除了太陽眼鏡 不然眼睛可能會敏感 此類的 病患的原因 可以理解 如果不是一般 社交禮節等於戴著面具 跟人說話 又或者 對方跟你說話 別人站起來 你就坐下 這樣也是一些 被譽為沒有禮貌的行為 遲到問題更加就不用說了 遲到本身就在任何時刻 任何場合都是 不對的一件事 所以有時候我們發現美國這個國家也挺可愛的 可能可愛的是拜登本人也不承認 每一樣東西應該大家對美國總統的期許 是非常之大的 但是 拜登偏偏就是做盡很多事情 就是令到這個國家 就好像很失禮 不過在西方世界其實真的很正常 那個國家所謂的領導人 其實也是民選出來的 他跟那些在極權國家城的覺得 領導人要高高在上 有最高的權威 其實完全不相同 我們這一節恥笑拜登 也不是說恥笑 開玩笑而已 說說拜登輕鬆一下 就跟大家說到這裏了 拜拜